中医 源自于对人的关怀 不管是繁华的都市里 或是静谧的巷弄中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有中医 时序开始进入冬季 中医认为冬天是收藏精气的季节 而圣藏精为先天之本 因此冬季养生 守众养胜 只要圣气充足 百病可除 相反的 圣气虚则会百病重生 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告诉您 如何在生活中补胜藏精 我是中医师陈云安 中医其实很简单 邀请你跟我一起 用更贴近生活的方式 来走进中医 认识中医 明朝著名医家张景月 不但是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 而且非常注重养生 他认为想要健康长寿 预防衰老 一定要学会保养肾 相传有个叫王鹏雀的患者 患了头面肿大 咽喉肿痛的病症 肿到连水都喝不下 虽然请了许多大夫来诊治 但他们都认为是热毒造成的 开了清热解毒的苦寒药物 没想到吃了之后 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加重了 后来请了张景月来看病 张景月说 你虽然有热香 却不是因为热毒 而是圣阴虚所致 原来王鹏雀因为圣阴不足 导致虚火上浮 阳气往上跑 头面部及咽喉才会肿起来 张景月开了一个方子 叫正阴间 用了大量的熟地来补圣阴 果然王鹏雀服用之后 第二天肿痛就全消了 冬季天干物糟 容易肾水不足 而正阴间能滋阴补圣 让阴阳平衡 中医认为春生下涨 秋收冬藏 冬煮藏 圣煮藏经 因此冬天可以说是 养圣的最佳时节 圣煮先天之经 而我们认为呢 圣和我们的泌尿系统 生殖系统 还有新陈代谢系统 息息相关 因此趁着冬天 好好地来滋阴养肾 不但可以强健体魄 还可以延缓老化 以及养颜美容哦 可以说是一举数得呢 现代人饮食口味偏重闲 又常常熬夜 久坐不动 其实呢 这些都是伤肾的行为 所以我们更要好好地把握冬季 来维护我们肾脏的健康 达到身体更健康 今天我要来拜访我的好朋友 李章志李老师 请他教我们几招简单的养生操 达到冬季护肾的效果 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动一动吧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诶 迪老师好 你好 陈医师 梁老师刚刚看你在那边做这个养生操 这是什么招式啊 这是五群系里的熊系 听说你今天要来询问一些有关冬季养生的工法 所以我就复习了一下 哦 那想请教老师说 为什么我们冬天的养生 特别要选择这个熊来作为养生工法的代表呢 因为呢 这个五群系它是五种动物 它代表了五群 相应征我们的五个节气 那熊这个动物呢 它就象征着我们的冬季 因为熊是会冬眠的动物 又大部分是黑色 所以它相应到我们的身体的肾脏 相应的冬天 所以我们就来练习这个熊系 两腿内侧平行屈膝为蹲 然后我们前面的手呢敲丹田 后面的手呢就敲在我们讲的肾书 它就在我们肚脐后面 你的腰背后 那我们放轻松 用脊椎当中肘 带动我们手背轻轻的敲打 那我们讲丹田是后天气 背后肾脏呢是先天之气 所以我们用我们后天气去补养我们的先天气 去活化我们的肾脏的气血 好 这招简单吧 这招真的很简单耶 而且这样动一动透过丹田跟我的肾书的相对 我觉得我整个腰间还有这个肚子就下方都温暖了起来 那动作呢就是用手肘拉高 带动我们背部的肌群 然后曲腿下沉 背肌的伸展去按摩到我们的脏腹 欸 老师这个动作看起来稍微难一点 有没有什么秘诀啊 因为这招叫做黑熊搓背 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是一只熊 靠着树这样子在搓背 只是我们这个动作幅度弱大 这样子拉 对 那可以活动我们平常很少使用到的腰背肌群 这样练习还可以预防什么时间 好 那我们就先练习到这里 这真的非常实用耶 就可以运动到我们平常比较少运动的腰关节 那我们常说呢就是腰为圣之腹 所以这样子可以活化我们圣经的精气 那这样呢先画圆平抹 然后重心移动之后提膝 踹 一面放在脚底的涌泉穴 圣经的第一个穴位 然后再摔 好 刚刚陈医师说的 腰为圣之腹 所以活动我们的腰块 放松 好 平抹 画圆 提膝 踹 把气压到我们的涌泉穴 然后再摔 好 顶部提膝 起 好 这真的很神奇耶 我现在觉得我的涌泉穴都热热的 这招真的是真的把我们的圣经精气 从涌泉穴一直带到腰间 让我们整个下半身的循环都非常的好 那大家就是跟我们一样呢 平常都是久坐 然后平常比较少运动 那大家下班了还要找时间去运动 甚至去健身房是有点辛苦的 所以我们江林老师教我们这些养生工法学起来 平常或是午休的时候 或是去茶水间倒水的时候 找一个适合的空间 自己就可以动一动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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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医所说的肾和西医有所不同 中医的肾是身体多个系统的集合 和全身健康息息相关 事实上在西医的肾它是指食指器官 中医的肾它是关系到多个系统的功能性质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肾肠经 经它有先天之经跟后天之经 新天之经是来自于我们的父母 后天之经是有我们的脾胃的功能 也就是说饮食入味水谷所化出来的精气 就是说当你的肾氢充足的时候 你身体就会特别强壮 要不然你的肾经不足 你的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那另外我们常说的肾足水 也就是说水的部分跟我们的均衣的代谢有关系 跟尿液的生成跟排泄有直接的关系 肾水不足就会造成我们说的贫量 或者尿失禁的现象 或者排病会变得比较软 那还有很重要的临床我们说肾足骨 肾足骨的部分跟我们的牙齿也有很大的关系 骨头让我们的小孩子跟老人的身体骨头会很健壤 那假如说你的肾气不足的时候 你的小孩子气不足就造成你的骨短无力 那老人家就特别会有骨折疏松症的现象 肾气跟寿命长短及健康有关 想要补肾气除了多运动之外 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着手 那补肾养生事实上我们常看到跟健康有关系 除了我们要运动还有跟饮食 饮食的部分在临床上我们对于肾的功能性质 我们会希望选黑色的食材 像黑色入肾 我们常看到的有黑芝麻 黑木耳 或者我们上次的黑豆 也都是非常好的食材 那进一步我们常说咸会入肾 适量的咸味 比如说我们的紫菜 海带都是非常好的 是与泌尿系统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常常说不要憋尿 那很重要不憋尿前提之下 你也要喝水 喝水尿尿 喝水尿尿 这是临床我跟患者 会叫医嘱的时候要特别特别注意它 当肾气虚衰时 容易出现失眠 耳鸣 头晕 手脚冰冷 记忆力减退 腰酸背痛等现象 多留意身体发出来的警讯 适时补养肾气 有助于保持冬季的远气 秋冬到了 很多人开始鼻子痒 眼睛痒 早上容易打喷嚏 流鼻水 这其实就是过敏性鼻炎的症状 针对鼻过敏的患者 医师通常建议要保暖以及远离过敏源 以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 而我们中医认为 这些过敏我们要采用内外监制的做法 才能够有效地改善症状 今天的中西怎么说单元 就要带大家来好好的了解 中医是如何防治过敏性鼻炎 每当季节交替或天气变冷时 许多过敏性鼻炎的患者 症状就会加剧 虽然已经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了 但过敏的情况还是反复发作 小朋友之前鼻子过敏很严重 那因为之前都看西医 然后吃很多西药 然后想说这次想要来转看中医 然后吃中药 然后来调整体质 然后看他那个过敏的情况 会不会好转一点 一般患者他会去看西医 那西医也许会开一些抗组织 和Antihistamine这一类的用药 会有及时的一个治疗 或会有试睡的 然后想要睡觉的现象 那在这边我也建议说 同时他也可以看中医的部分 那最近我们中医有推广一个叫 原来感冒可以看中医 有时候在鼻子过敏的情况之下 倒是可以考虑用中医同时的治疗 减调理是很有它的效果在的 中医治疗鼻过敏 除了避免外阴 还会从内阴 也就是调理脏腑下手 达到内外监制的效果 基本上在过敏性鼻炎 外阴大部分都风寒的部分所引起的 风寒引起的会造成 有一些鼻子过敏现象 甚至有一些 我们常看到有黴菌的问题 也会影响 那内阴的部分 我们最常看到有三个脏腑 叫肺皮肾 这三个脏腑 所以内阴的部分 会影响到身体的整个状况 所以临床上内阴外阴 我们都是需要去注意到 它相关的因素 那第一个我给你用合骨穴哦 从中医的观点来看 肺主掌呼吸系统 皮管消化 肾跟先天体质有关 因此调理过敏体质时 主要会针对这三个脏腑来下手 三脏就是肺皮肾 肺气区的患者 一般会让到肺气 就是容易打喷嚏 甚至流鼻水的现象 也会导致鼻塞 那肺气区 临床上我们看到患者 我们补益废气 我们常用的有小健中汤 还有可以用小青铜汤 那在稳定的时候 可以用育皮温散 来稳定他的患者的症状 那抵抗力维持的恒定 那另外还有脾气虚 消化系统画面不好 吸收不好 腊叉吃得少 这种脾胃功能不好的时候 我们临床上也会有 补益脾胃的部分 那我常用的有四菌子汤 甚至用到森林百祖 小孩子的脾胃也会顾得很好 还有补中益气 还有肾气虚的部分 肾气虚小孩子 他有特别一个问题 就是说会造成有皮尿的现象 或者有夜尿的现象 那大人也会有这种现象 晚上会起来上厕所几次 那临床上我们对于这个患者 我们会用六位地方玩 或甚至用寄生肾气丸 或左硅丸 这个来加减用药 来治疗整个肺皮肾三脏的问题 点层是鼻子过敏 会有鼻涕倒吸 有时候会有鼻涕的现象 甚至有时候打喷嚏 那现在症状好多 我会加上肠胃系统的部分 那今天我们会从驱脂屑 冰箱 还有竹山里屑来做处理 把你的鼻子还有肚子都把你顾好 中医的针灸以及穴位按摩 也是缓解过敏性鼻炎 不适症状的好帮手 大概吃了三四个月有了 吃了之后 他那个鼻子过敏的情况有改善 像这样早上起来 然后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不会再有那种鼻涕倒流 一直吸的状况 然后也不会说一直想要用鼻子 然后揉眼睛 然后那个黑眼圈的状况 也好转很多 医生有说要记得常常按银香薛 对不对 藉由中药及针灸 能帮患者增强体质 缓解鼻过敏不适 但同时也要注意饮食条理 让生活作息规律 及保持环境清洁 多管齐下 才能赶走难缠的过敏性鼻炎 自古以来 茯苓就是很常见的一味中药 而庶民小吃四神汤里面的成分就有它 我们常见的茯苓就像这样 外观雪白 薄薄的一片 闻起来有淡淡的香气 但是茯苓其实还有很多种 我们今天的药槽小学堂 就要为您好好的介绍茯苓 茯苓太后非常注重养生 谨美荣养颜 宫中的太医为此享尽的方法 但茯苓晚年时却对茯苓情有独钟 每天都要吃茯苓饼或茯苓糕 原来有一年茯苓患了心悸失眠症 太医多次诊治无效 有人告诉茯苓 香山法海寺有位老和尚 非常善于治这种病 茯苓于是将老和尚请到香山行宫 老和尚来了之后就敬献了自己亲手做的圆饼 茯苓连吃三天不但变得神清气爽 心悸失眠的情况也好了 茯苓想知道自己吃的圆饼里有什么奥秘 于是带着随从来到法海寺 一进门阵阵香味扑鼻而来 原来是老和尚正在烤饼 于是茯苓放下身段 请教他圆饼里到底加了什么 老和尚说 这饼是老纳采集福林制成的 茯苓回宫后 马上召集太医和御厨制饼 茯苓饼不但治好了太后的尸棉 也流传到民间 成了北京的特产 茯苓最广为人知的功效是健脾力施 其实它的作用可不止于此 它是生长在马尾松的根部的地方 那也是用山坡地 让水能够慢慢地引流 让它能够生长成一个黑鹤色块状的茯苓 那茯苓本身外皮的部分消掉之后 它是茯苓皮 茯苓皮在于去湿消肿的部分是效果很好 里面的茯苓它就本身就健脾的部分就非常的好 那所以说临床上像刚刚讲的四菌子汤 里面就茯苓 那另外的茯苓碗 它也有茯苓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说临床上茯苓的部分是用得非常的多的 茯苓入皮 心 肺 三筋 不过市面上的茯苓种类相当多 药效的作用也会有所差异 茯苓是很大的一个 那茯苓的外围来讲 外围这个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茯苓皮 液水肾丝的效果很好 所以在我们的中药的方剂里面 五皮影其中就用到茯苓皮这部分 往里面一点的话 它颜色比较深 这叫赤茯苓 那它的功能也比较偏向于小种的功效 那在网内的话 就是茯苓 白色的部分就所谓的茯苓 我们的茯苓它是寄生在松根里面 如果中间有一个松树的根 我们就称之为茯苓 功效比较偏重于茯苓的部分 那另外这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 茯苓有一个原生种 我们茯苓怎么看 因为有些茯苓是比较大块 当然越大越好 可是要分为原生种的话 如果你切薄片 茯苓切薄片 你透过光 它隐隐约看到脉络 就像我们血管里面这样子脉络的血管 这表示它有整粒的 而不是加工出来的 这个我们可能坊间比较常看到的 它也很大 但是它透光也有 但是这是栽培种 原生种栽培种 价格稍微有差 秋冬到了 很多人喜欢久坐在室内不动 因此就很容易产生水肿 下肢循环不良等症状 今天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一团 简单的茶饮 茯苓赤勺茶 刚好可以派上用场 我们所要准备的材料很简单 茯苓五克 赤勺三克 茶叶三克 我们将这些材料放到杯中 再加入250cc的沸水滚泡 让它浸泡10分钟 放凉之后就可以饮用了 这边要提醒大家有一个小秘诀 因为茯苓干燥之后 它的水分不容易渗透 所以我们要煮泡茶饮的时候 建议将茯苓剥成小块 就是这样子能够增加 它跟水分的接触的表面积 让有效成分比较可以融得出来 这款茶饮其实很温和 不管是男女老幼都非常适合 甚至可以天天饮用 不过这边要提醒大家 茯苓它具有利尿的作用 如果是肾虚的人 喝了可能有贫尿的症状 如果你出现这样的情况 建议还是要咨询专业的中医师之后 再天天来饮用 今天的看中医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